大家好,認識我不認識我的都好 歡迎來到漢堡湯蜗鬍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Burger 顧名思義我們這裡叫做湯蜗鬍鬍 當然是湯蜗鬍鬍的 即是肌肉 今天想和你們討論一個主題 就是你們分不分得清什麼是健身 什麼是健美 就這樣聽下去,好像很簡單 但又說不出個分別 你們這些聰明仔,好聰明的 知道站上台,操機操到一件二件 穿著底褲行行企的那些叫做健美 當然現在比賽都進化了 有沙灘褲系列 但都是題外話 健身就是用來操肌肉 操到一件二件分別在於上台不上台比賽 是不是講中了你們對健身的概念呢? 你一會聽完我說的話 就麻煩你細心想真點 傳統偏見就認為健身一定是用來增肌玩健美 同時又有些人不停地吹去練肌肉才是真正的健身王道 覺得健身只能練大肌肉一條路走 所以如果你沒有強勁的背肌 多屎爐的空肌和六肌腹肌 你都不要告訴別人你有去健身 但是這些頑固又編執的想法 你是時候要好好放下 因為健身並不是單單以健美和修身為主要目的 其實在很早期開始 各類型的運動員已經透過健身去增強自己的競技表現 就好像Michael Jordan、施朗、勒邦和波球 這些傳奇的運動員 都沒有為了要練肌肉練到一塊二塊才去健身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肌肉和運動表現其實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只要不是針對著專項運動而練出來的肌肉 產生了 就會對於運動的表現造成嚴重的影響 牛女說什麼出啦? 給你們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好像打籃球或者打拳那樣 如果你盲目為了練勁的手力 是想提升射籃和出拳的力度的話 如果說我的拳就不夠重 那我不是應該舉多點壓力 或者二頭肌三十多嗎? 你覺得是不是要練多一點? 傻瓜成的 而很聰明地跑去練勁你的二頭肌 你得到的結果就會是 舉到手刮起子 沒有了包插力 你自以為是 不得我受到教訓 射籃和出拳的靈巧度都會大大降低 因為你的二頭肌強了 緊了 同時對你的活動能力也造成了阻礙 所以你看到 他們都只是運用健身室的設備 來做很多針對性和功能性的訓練 例如是這些 另外好像健力運動 這些大賽類力量運動 全部都不是以身材為主要目的 講究的更加是技巧 同時也是對自身專項運動有提升的作用 除了上述功能性力與美的訓練之外 創傷復健和身體姿勢運動矯子 同樣都可以在健身室進行 對於傷患者和老年人來說 就更加是有莫大的幫助 說少了還有COSPIT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不太明白人們是怎樣想的 人們沒有每次都感覺著肌肉來操作 這件事關你蠢事嗎 連甚麼都好都硬用健美的一套套 其實你是不是自己勾了一些 今天開始就麻煩你好好分清楚 甚麼是健身 甚麼是健美 兩樣東西是不等於 好,下次見,拜拜